我和缅甸16号在缅甸首都内比都签署了 关于缅甸脚漂经济技术开发区附属港口铁路项目 合作谅解备忘录的补充协议 位于缅甸西部的脚漂是孟加拉湾上的一个重要岛屿 面积为67.37平方公里 当地常住人口20万人 由73个大小岛屿组成 作为印度洋的出海通道 脚漂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从2009年11月开始 作为中缅油气管道建设重要配套设施之一的 大型原油码头开始修建 这个码头建成后 不仅是中石油的原油储备基地 同时也将成为一个可以停靠30万吨以上货轮的深水港 除此之外 中缅双方共同修建的昆明治脚漂铁路 也将计划于2015年前完工 同时该项目还将并入脚漂至瑞丽的大通道项目 并与缅甸目前实施的全国铁路网项目连接 昆角铁路贯通后 昆明到脚漂只需要6个多小时 将成为中国运送物资到海外的一条重要大通道 中缅此次在脚漂投资形建经济开发区 对提升双方在经济上的合作与交流 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方的统计数字显示 2010年中缅贸易额为44.44亿美元 同比增长53.2% 我国又一条来自境外的能源大通道 中缅油气管道中国断工程 今天在云南昆明正式开工 为保障我国石油供应安全开辟了一条新通道 中缅油气管道中国断工程从云南锐利入境 分原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两条线并行铺设 到达贵州后再分岔 分别到达重庆和广西 原油管道干线长1631公里 设计每年输送原油2200万吨 天然气管道干线长1727公里 设计每年输送天然气120立方米 管线经过三省一市的73个县市 可覆盖2亿人口 预计2013年建成后 并将相继在昆明重庆建设两座千万吨级的炼花厂 中缅油气管道工程的开工 标志着我国四大进口油气通道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仅中缅油气管道每年进口的2000多万吨原油 就相当于我国年原油进口量的十分之一 我国规划的四大进口油气通道是指 东北方向的中俄原油和天然气管道 西北方向的中哈原油和中亚天然气管道 西南方向的中缅油气管道 以及东部沿海数十个原油和液化天然气码头 四大通道建成以后 为我们国家能源供应安全的保障 形成一个很好的格局了 他在评论如何 说明了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